他已經柴了 因為它有一個深水感 它有種澱粉粉粉的 這一碗是 真假 誰去 吃牛肉麵啊 來 我先問你 你吃過最貴一碗牛肉麵多少錢 就是那個一萬多塊的啊 我是吃十萬的那一碗 一堆產富生完就說 為了那個牛肉麵 可以再懷孕一次 我 你吃塊肉 我喝了兩口湯 一碗湯 到現在韓露姐要玩啊 哈哈哈哈哈哈 Yo 最新的导演爹 帶領環水到這邊大家好我是阿達 歡迎收看秋秋冒險野狼 今天看這個場地就不知道不一樣 因為今天的來賓 是我們質感的守護人 我們歡迎王美思佳姐 嗨 大家好 思佳姐 怎麼樣 很久沒有舉動了吧 很久沒有舉動了吧 我說你很久沒有舉動了吧 真的我今天你來我們才能在in house 真的 不然的話動不動就給我野外求生 我不行 後來是因為你把所有的那個企劃都打槍了 我們才可以但是 謝謝你啦 但是也有這個機會 我們現在在哪裡 我們現在在松山機場 嘩 我想好久了 你知道我剛剛走進來的時候 我差點落淚你知道嗎 我想說 哎呦你剛剛一走進來就去愛馬斯 我看到了 其實我月底也要飛了 欸欸欸 終於 終於 終於可以 去哪裡 去哪裡 去美國 去美國 啊 欸 通常這種去到比較久的時候 都會發生一件事情 吃東西會不習慣嗎 妳是湯人嗎 就是因為我覺得我出去到歐美 最痛苦的就是 它都是冷盤欸 我很喜歡吃就是 湯湯水水 啊 local food 你也是superwoman 我也是 因為如果沒有的話 你就覺得這個東西不完美 姐自己最喜歡的local food是 我跟你講我很喜歡吃牛肉麵 哎呦 我連坐月子都吃牛肉麵 是可以的嗎 可以 因為我住的那一間 他晚上的宵夜時段 就幫你煮牛肉麵 而且是藥膳湯底牛肉麵 就是牛肉麵 一堆產婦生還 就是說 為了那個牛肉麵 可以再懷孕一次 哈哈哈哈 美國是要悲孕嗎 悲孕 不是 好啦說到這個就真的知道 台灣人真的愛吃牛肉麵 不是有一個那個數據說什麼 台灣人一年吃的牛肉麵的碗堆起來 幾座101 五千座 五千座啊 認真 五千座可以頂到月亮 因為你知道台灣不是會有很多什麼 牛肉麵大賞 就是會有很多就是什麼 金牌獎什麼獎 他們都會去參賽 最喜歡就是去吃那種比賽回來的 來我先問你 你吃過最貴一碗牛肉麵多少錢 就是那個一萬多塊的 我是吃十萬的那一碗 嗨 我那時候也是因為節目的排音室 老闆就煮了十萬的那碗給我吃 其實講牛肉麵說實在 就不外乎湯筒肉質跟麵體 對 那牛肉麵組叫做 在這些地方你從來沒有想過 它牛肉麵這麼好吃 出來看看啊 吃不吃 來喔 第一碗你準備好 我們第二碗上來 來 第一碗來 真的很好吃 等一下 不可能金錢在旁邊 開課吧 太不要臉 你剛才吃個便當欸 你好意思嗎 這個太特別 這個麵體 是這種圓的這種 這種對我來說就算新麵 這種就算了是不是 對 因為在出的話就會往拉麵跟高效那邊去 那你會喜歡扁一點 還是像這種寬一點的 我喜歡就是拉麵它其實有這種細度 但是有粗有細 有粗有細 我先喝湯 對高級 欸不錯欸 紅燒湯頭不錯 可以喔 其實算濃郁 這個口喝是微辣欸 我覺得它的辣是尾巴 就是你吞入喉的時候有一個辛辣刺激口 我今天一口還覺得有點帶甜 肉呢 它就只有 它是牛腱嘛 那牛腱就是半 半筋半肉的狀態了 它是燉到 非常非常之軟爛的 就我現在如果86歲牙齒有缺的話 我都還可以 牙床把它咬爛 你有吃到肉嗎 它的肉還不錯 牛腱的話它不會過柴 所以這碗不錯 但我一直聽到隔壁有稀里葫蘆的聲音 不好意思 我們隔壁的那位來賓 它就是比較 它餓了是不是 嗯 它其實剛才吃一個便當 但它又再吃一碗麵 因為它的麵雖然說 不是說特別強的麵 但我已經可以接受 因為它有口感 但也不會有到那種 你知道麵很粗 會嚼到最後 我很害怕那個咬到後面那邊 我也會 就是會有一種澱粉粉粉的 那種麵體的感覺 然後感覺湯汁還沒有完全吸附 還差一點 剛剛這個呢 上來只有一個缺點 溫度不夠 好來把它丟掃到地上 有一點 沒有啦 這一個就是我們現在餵處 松山雞場的廚房的牛肉麵 松山雞場裡面 就可以吃到的牛肉麵 對對對 等一下松山雞場 對上是這個味道 我有點太久沒吃 我也是太久沒吃 所以我剛剛沒有 欸是喔 欸我吃過他們的牛肉麵欸 有點好像沒那麼好吃 可是我記得 真的你的味道沒有那麼濃郁 對 那你記得這碗要多少錢嗎 來來來來 幫你們猜一下這個價錢 看我們兩個誰比較盤子 願意出高價吃 我們就看起來 就是松山雙盤 我們兩個怎麼有點像 123 你多少 245 我280 好像差不多 應該不會過300吧 這句的價格是220 啊 220元 欸但我 對不起 會有加紅茶辣 喔哎唷 通常都是這樣子 紅茶下去 紅茶是270 加紅茶差不多 欸那你中那你中了 你還有一點通膨 這樣吃還是貴的 但因為在機場沒有辦法 機場沒得選啊 這個已經算是可能機場最豪華 現在這第二碗很珍貴 因為只有一碗 只有一碗耶 怎麼搞成這個樣子 怎麼會這樣啊 然後我們剛剛有說 我們現在就是新的筷子 這一看就是三寶麵 高級 對對對 牛筋牛肚 而且這個湯的顏色比上一碗更濃郁了 油脂也感覺更濃 我們剛剛在討論說就是 一般如果我們調理包的話 吃到的話 可能都是會是這種麵體 然後我們剛剛說如果是生麵的話 大夾燈 先喝口湯 先喝口湯呈現一下 我覺得它沒有定家的辣感 但它有再濃一點的味道 到底是誰不上火 對我把它刷出來殺死 它就是有加番茄的那種好不好 對 它比剛剛那碗油一點 它比較油 然後我記得這種這樣子做法的話 就是會又來一個廣播嗎 注意來一個廣播 六曲 六曲 感覺是比剛剛那碗比較油 味道重一點 然後你剛剛講對了 它番茄味也比較多一點 對 它比較沒有那麼辣 第一間比較有那個辣感 但你覺得這會是哪裡的 我覺得這蠻像飛機上吃的到的 就是那種比較調理包的感覺 然後另外一個它口味做的比較重 因為在飛機上味覺會降低 所以它各方面會做的比較重 這種麵 它的粉味有點出來 這種麵對我來說就吃一個醋吧 就是說譬如說我現在沒有得選擇的時候 那我就會把它全部吃光 專門走到一個餐廳 我點了一碗麵 如果是長這樣的話 我會客訴 那我覺得它沒有到不好吃 只是就是說 如果說我們要跟第一碗做評比的話 那可能第一碗的辣 會讓我忘記這個麵體的感覺 那因為這碗比較油嘛 對 所以它的那個油的那個味道會比較出來一點 這是哪裡 是不是 這件是長榮商務艙的 空廚傳說牛三寶麵 對啊 牛三寶 牛三寶 天上吃到的是調理包 跟天上吃到的是一樣的 跟天上吃到 聽起來超不吉利 這應該貴一點啦 我覺得應該可能要超過250 300內啦 對吧 300內 哎唷 那你要猜跟剛剛一樣嗎 我猜280 可以啊 280 那我猜跟剛剛差不多吧 240 250 好 正確的啦 250元 差不多啊 差不多啦 你很會估價耶 不是 不能再高了 那如果這個它用的是一個 耳妹的碗的話 我說艾瑪士的碗是不是 8000 8000 哈哈哈 我覺得這一碗光是外型 有點意思 已經是有一種尊榮的感覺 因為它上面這個肉的覆蓋量 你有沒有看到我完全看不到我的麵在哪 對 根本不知道它是出麵還是洗麵對不對 對 就是你完全有一種 有一種盲盒的感覺 OMG 這個麵 I like 有一些人是不能接受這種麵 他咬下去煮得太久的時候 哇 我喜歡這種麵 泡麵感 一般牛肉麵只會有一種肉 但它這有兩種肉 喔 它有肉片 這個我愛 唉唷 它有三種肉片耶 欸 我最喜歡這種包片的 油度好像沒有那麼高 這個外觀啦 先給高分了 哇 達哥那個橙色 OMG 我可以耶 我先講這個東西是什麼 它是安格斯牛小排 這種湯頭就是 我很喜歡那種 就是它用大骨 對 蔬果 然後一直熬 然後熬完之後呢 那個中藥材的香氣 這碗是最明顯的 我跟你講這個麵 如果喜歡吃有喬勁的麵的人的話 可能是沒有那麼喜歡的 但是因為我真的就是 很喜歡這種細麵啊 它在嘴巴裡面 用舌頭去頂上這個 就可以把它 啪這樣頂開的感覺 它有牛腱 然後這個瀏覽條 這個瀏覽條 它燉到已經你知道 它是那個樂條的那種感覺 但是它咬下去的時候 也是燉到極微爛 但它表皮感覺就是會有 它好像有煎過還是怎麼樣 然後呢 它應該是我料理過的 這個帶這個皮筋這邊 那個哇 那個口感都還是在 而且它不會過軟爛 因為有的真的是燉到太爛了 就是完全就整個hooky 真的沒有 它這個也不是生麵啊 它這個也是熟的 但是它的麵體是我喜歡的 對 我也是 但我今天吃到最好吃的肉 其實是這一塊 是嗎 但我覺得剛剛那個小排也蠻好吃的 剛剛那個牛小排 可是因為這個要好吃 就是這種薄片的話 其實比較好的料理 但這個的話要讓它料理到好吃的話 我覺得會有一點難度 但表示它選的其實 是蠻好的 欸這碗是哪裡的 我好好奇喔 這一碗呢是 深恆昌的 極黑牛牛肉麵 我是可以邊買免稅品邊吃 在免稅店 對 旁邊是精品店 嗯 買完之後直接順道吃 是不是這樣有賣牛肉麵 所以這是一個精品牛肉麵耶 精品耶 哇 真的是精品牛肉麵 那你講真的是精品 因為我之前有吃過就是 它好像其實是有餐廳的吧 對對對它是餐廳 可是我不知道它怎麼賣牛肉麵 在那個他們旗艦店 旗艦店是喔 真的假 離我家很近耶 離我家也很近耶 我們都住那一戶內 我會 給很高的分數 我也是目前來說最強的 因為我覺得它從 不是因為我們是神恆昌的頻道 我們這樣子喔 那目前真的 等一下有更好吃的我們還是會說 是因為這一碗真的從 外觀擺盤 然後整體 其實我覺得我 沒什麼好挑剔它的耶 對 而且它的湯也不會過鹹 但是是有味道的 剛剛那個是油是厚的一層 這個是輕薄的 哇 這個怎麼樣 哇 我想猜580耶 580偏盤吧 我覺得應該不會超過400啦 如果以這個美味跟這種感覺 好啦 那如果還是要真實的賣價的話 可能會真的會落在380左右吧 答案真的是市價值 381 哎呀 380 可以耶 很厲害耶 因為內湖有幾間有名的牛肉麵店 說實在我好像不太有印象吃過 牛肉麵是這個麵 你有沒有發現 對 就是因為它的麵是 我們蠻少見的 它的顏色比較偏黃一點 通常都是白麵比較多 然後煮到麵體比較粗一點 這個的細法而且跟它的口感 比較少在牛肉麵上面看到 比較少 因為我有吃過另外一間 然後它是做天使系麵 哦 當然那又更不一樣 它吃起來就是更不一樣 所以它的湯可能就要更濃郁 才有辦法去跟那個麵體做合而為一 我們剛剛有說到 因為我們單獨辣出來 肉 麵 湯 它都有講究 我覺得這就很高興 它目前應該是三罐王喔 嗯 講究了 涼了我不吃 怎麼辦啊 太快了啦 碎肉我不行欸 哇 這麼快速 欸不是 你先看一下 這種碎肉 還碎了還碎了 你有沒有覺得 這是三個客人吃剩的感覺 它的擺盤塌了是不是 不是 它這種有點太調理包 就是我們在家煮那個 蔥燒牛肉麵 然後從料理包擠出來 啊不就是這樣子 一塊一塊一塊的嗎 我們自己在家煮都還會攪散 這個湯頭勒 它雖然會讓你有重口味的感覺 但是你會其實感覺到 它是偏水的 它是水 水是有 但它的那個調味 你有沒有吃過 一種牛肉麵就是 老闆會拿一個鍋 沒有 然後出來之後有沒有 這是原汁 然後它會扣 有有有 一湯匙的清湯 去沖淡它那種對不對 有有有 那種我都會生氣 我就會覺得 你為什麼不給我那個 原汁 對 怎麼樣 達哥 你說說看 應該我 不會特別去吃啊 對啊 這不算是我 因為它有一個深水感 我 你吃一塊肉 我喝了兩口湯 你吃一塊肉 到現在還沒吃到碗嗎 它裁掉了啦 嗯它已經裁了 但我講真的它就是 這是料理包吧 我覺得一分錢一分貨 當然不能太去 我必須講的說 當然還是得因應它出現的場合啦 因為如果說那個場合是 很難得會有這一碗的話 那我就會覺得 它的存在價值會變得很高 對 哪裡會出現的牛肉麵 這是乾貴的牛肉麵 不可能 乾貴怎麼會是這味道 每一家煮都不一樣嗎 這不是我熟悉的 乾貴的味道欸 不是欸 這不是欸 啊 你有酒嗎 我要喝酒 啊 對啦 燈光 燈光不對 燈光不對 換燈 燈光不對 燈光不對 沒有 燈光不對 燈光不對 不是我們這種 不是我們這種 這個太貴 太貴 我們先唱一首 然後看可不可以融入的感覺 對 因為我們沒有用電話叫啦 對啦 來碗牛肉麵 碗不對啦 這是乾貴牛肉麵 你沒有用那個黑色的塑膠碗 有可能太清醒了 怎麼那麼不像 對 它是乾貴牛肉麵 我記得肉沒有那麼難咬 而且肉沒有那麼碎啊 有喝一點酒 這個記得吧 120還150 這不貴吧 100 180吧 大概是260元 蛤 260元 通膨啊 果然是夜晚的低銷 果然是夜晚 因為有高香費 果然是都沒有在看帳單 真的耶 就是因為都含在裡面了 所以都不知道它多少錢 好啦好啦 他之後他帳到380元 我都不知道 好 好下一碗 最後一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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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碗有什麼差別 哇 是不是兩碗調換啊 重新擺盤是不是 拿去外飯重新擺嗎 比較橘 應該番茄味會比較重一點 然後肉再碎一點 我們兩個現在是不是有點奧客的嘴點 目前來說真的是會 而且你知道就是已經吃了很多重口味 現在就是對於牛肉麵這件事情 沒有慾望沒有那麼高 而且我們兩個開始 有種出現直接捐帶的感覺 就是沒有辦法演出 期待的心 哈哈哈哈 我們會 我們會太真實啦 其他店家真的不要 討厭我們 我們沒有那個意思 你們一定不是專門做這個生意的 對對對對對 咦這是什麼味道 RQ筒麵都比這個重 這是一碗間諜牛肉麵 它是它是 它這個應該叫做 蛋紅燒牛肉麵 微紅燒 微紅燒牛肉麵 青紅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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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女型喔 青紅燒 有這種東西 沒有 甜品嫌重 對啊 我這已經是南部人 我吃海味有一點 可是如果是甜的 那就要是番茄牛肉麵味 那番茄味就要 它番茄味就要再出來一點啊 我跟你講 如果它這種 清淡的味道 然後又配這種麵體 它很危險喔 因為 完全吃不進去 就是那個麵體 怎麼樣 你怎麼有一種 他剛剛好像是在接受懲罰 笑的那一口 我有一種像大胃王比賽 吃到第58碗 哈哈哈哈 那個現代感 它的麵有點麵疙瘩的感覺 浮在一起的 對就是它那個粉 會浮浮的那種感覺 可能我們剛剛也放了一下 所以讓它麵底又變爛了 這個應該是在 玉山的基地吧 這麼高啊 或者是雪山 雪山 大坝尖山頂 這個地理條件太苛刻了 你覺得它不會賣牛肉麵的地方嗎 它是我們知名網咖 立華航的牛肉麵 網咖啊 誰去立華航吃牛肉麵啊 可是網咖不都泡麵嗎 對啊 你為什麼不去吃蔥蔥牛肉麵呢 加蛋加肉啊 加雞排 它蛋呢它的蛋呢 就是你24小時都可以吃得到的話 分數是高 都分數都會是有 會有寂靜疙瘩 而且如果你已經三天三夜都沒有睡覺 吃這一碗我想應該就是人間美味吧 沒錯 我覺得那個時候我也不會在乎那麼多了 你不會在乎那麼多 只要它是可以入口的食物 應該就是100多塊的事了 我180不能再多了 180不能再多了 150啦通常會是這個數字 180不能再多了 正確答150元 哇你Bingo欸 果然是我的專業 果然是你的地盤啊 欸那180吃這個 然後那泡麵多少錢啊 泡麵好像60 70的方式 那你會願意 加價150吃這一碗嗎 我還是吃那個雞排飯 因為它那個雞排飯真的很好吃 如果你要做個便當的評比 你一定要找我 真的假的 我吃過五星級的便當 便當界的兵力你有吃過嗎 我是吃老世萊斯 哦 多好了 那你知不知道我那一間 如果你早上九點打訓 你知道你幾點可以吃到嗎 下午兩點可以吃到 好我們之後做便當 好不好 便當界的麻煩一定找我吧 所以今天牛肉麵的5加 我們讓這個牛肉麵QUIT 來為我們體驗一下 雖然不是平常姐吃的那種 牛肉麵專門店 但是就是這些東西都會帶給人們方便 而且其實這些地點都讓我覺得我滿驚訝的 因為我從來沒有想到 因為它會在你最需要一個溫飽的時候 端上一碗熱騰騰的牛肉麵 譬如說你看我抱著小孩又餓又累又渴 端上一碗牛肉麵暖心啊 今天最讓我衝擊的是 錢櫃那一碗 那個肉好像還在沒有 你是不是還沒有吞下去 好吃真的是生人倉那一碗 因為它有三種的東西 我覺得第一碗在機場吃到的時候 我忽然間也會有一個幸福的感覺 會有一種機場要就是出國的一種興奮期待的感覺 就是說我吃完了這一碗就要上飛機的那種感覺 它也沒有到難吃 對價格也OK 而且我覺得會在機場之前吃東西的人 都是會那種心態都會是比較 我先吃一點好 不然我不知道在機場上我會多餓 對對對然後第二碗就是在那個航空公司的嘛 所以我覺得那一碗就是因為 可能就像你剛剛講的高空上面的 我覺得來一碗也是OK的 但我覺得升橫艙的那一碗蠻厲害的 那有機會的話可以去那邊吃吃看這一碗麵 一樓也可以逛一逛 對啊 買一點東西也好 沒錯又多一個理由可以去逛街了 好 太棒了 秋秋秋冒險野狼訂閱按讚小鈴鐺打起來 拜拜